记者苏孟娟台中报道,身心障碍者莉莉对自己没信心,加上被贴标签工作不稳定,台中市劳工局协助推荐进职场或爱情企业协助,以稳定就业近8个月,劳工局呼吁有爱无爱,身心障碍者工作一样能称职表现。 25岁的身心障碍者莉莉因长期缺乏自信,以往就业又未遇到友善职场,让她工作总是不顺遂,工作一换再换,直到劳工局就业服务员帮她没合连锁咖啡厅的工作。 莉莉在咖啡厅担任清洁人员,甘心也一小天使昵称莉莉,还安排一对一贴身培训人员,协助指导,从认识环境到收拾桌面,清理杯盘,打扫卫生等一样样示范指导,协助她快速进入状况。 辅导莉莉的旧服员杨亮英指出,身心障碍者找工作不易,莉莉原就没信心,挑战这次工作前还一再担心自己会打破杯子或不能胜任等,显得焦虑不已,她陪着模拟面试演练等,果然一事集中。 出货信心的莉莉在店家指派协助的员工温暖及友善服持下卸下心房,在友善职场里享受到被肯定及成就感的莉莉总是自动自发抢着做事,甚至知道假日是服务业的旺日,还会主动排假日班,包干外场清洁工作,让员工夸她是明实相符的小天使。 电经理王试点说,莉莉虽然个性文静害羞,面试时却强烈表达工作意愿,尤其说到需要工作分担佳计,甚至即使贷业年余人动用存款帮忙家中负担房贷,对家庭的责任心让她很放心把工作交给莉莉,目前她已稳定工作近八个月。 劳工局长黄和庭肯定企业提供友善职场,帮助身心障碍员工稳定就业,善尽社会责任,希望有更多企业跟进。